1958年 他来到黄继光牺牲的阵地 他叫黄继树 割个黄继光牺牲后 他被母亲送上战场 在黄继树撤离朝鲜前 将侵染割个鲜血的泥土 带回了家乡 在黄继光的感召下 他的侄子 侄女等十多人先后参军 继承发扬黄继光精神